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党组成员,副总经理杨宝华,29日在京透露,长征5号摇三火箭,计划在2019年7月中下旬完成复飞,摇四火箭将于年底发射长额5号。 记者从航天科技集团当日举行的发布会上获悉,继2018年成功书写37次宇航发射记录后,该集团将继续开启30加模式,计划2019年实施30余次宇航发射,共发射航天气50余颗。 其中,长征5号、长额5号、北斗3号、高分7号等大二军将登场。 时隔两年,胖5要大翻身杖。 被称为胖5的长征5号运载火箭,是我国现役运载能力最大的火箭,将担负我国空间站建设、探阅工程,以及深空探测等重大工程发射任务。 杨宝华表示,2017年7月2日,长征5号摇2火箭发射失利后,航天科技集团认真完成了技术归零,并在2018年全年开展了后续质量工作。 目前总体进展较好,还有一些局部工作有待完成。 摇3火箭,计划在7月中下旬完成复飞,这个计划是可控的。 杨宝华说, 这将是长征5号打赢翻身杖的关键。 值得一提的是,胖5的复飞任务,将发射基于东方红5号卫星公用平台,以下简称东物平台,研制的新技术试验卫星实践20号。 据航天科技集团五院,实践20号卫星总体主任设计师吕洪健介绍,该卫星代表着我国高轨大型卫星平台的最高水平。 东5平台是我国新一代超大容量地球同步轨道公用卫星平台,具有高承载、大功率、高散热、长寿命、可扩展、多时应等特点,整体能力达到国际领先水平。 实践20号卫星将对东5平台的高承载多时应横架结构、大功率公佩电、提分布外瓦及高效散热、高效并连平衡排放推进、大推力多模式电推进等八大类关键技术,进行载轨飞行验证,将推动并牵引以下一代甚高容量通信卫星,为代表的相关型号立项研制工作。 此次任务还将对长征5号火箭的运载能力、轨道设计等进行全面验证,考核验证火箭与东5平台的协调匹配性,为后续任务奠定基础。 长俄5号任务将重启。 长俄5号任务是中国探阅三期工程的标志性任务,将实现我国首次月球采样返回。如果长征5号摇三任务顺利完成,长俄5号任务将在年底由长征5号摇四火箭实施发射。 据航天科技集团五院长俄5号探测器副总设计师彭京介绍,长俄5号任务目标是,经地月和环月飞行,在月面选定区域与着陆,采集月球样品,经月面起飞,月球轨道将会对接和样品转移,月壁转移和载入回收等过程,将月球样品安全送至地面。 彭京说,长俄5号探测器将由长征5号运载火箭,在海南文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,直接发射至地月转移轨道。 据介绍,长俄5号探测器由结构、机构、热控、竖管、工程参数测量、天线、测控竖转、工配电、采样封装、GNC、回收、推进、对接机构与样品转移、分离机构和有效载荷,共15个分系统组成。 各分系统相关设备组成轨道器、返回器、着陆器和上升器,在不同飞行阶段,分别完成预定任务。 五岩深空探测,和空间科学首席专家叶裴健,曾向科技日报记者介绍,长俄5号任务计划取回两公斤月壤,将为我国科学家提供足够多的样本进行研究。 还有哪些重头戏?会上,航天科技集团专家还透露了一年内,我国多项重要航天任务计划。 除了长俊五号摇三、摇四火箭飞行计划,杨宝华说,将执行我国空间站各舱段发射任务的长俊五号碧火箭,目前已经转入出样研制阶段。 随着长俊五号发动机故障归零结束,长俊五号碧火箭的研制已经纳入正常渠道。 记者了解到,长俊五号碧火箭采用一级半钩型,飞重量837.5吨,禁地轨道运载能力,大于22吨。 该火箭将在我国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阶段首飞。 杨宝华说,该火箭将于年底进入文昌发射中心进行靶场核练,目前整体来看,技术上已经没有障碍。 今年我国还将发射高分7号卫星,未全面完成高分专项建设,奠定坚实基础。 据五月高分7号卫星总体主任设计师赵陈光介绍,该卫星是我国首科民用亚米级高分辨率光学传输型立体测绘卫星,主要用于我国一亿万立体测图生产,及更大比例是基础地理信息产品的更新。 其可服务于我国重大工程专项、国土规划和经济民生建设,例如雄安新区建设、冬奥会场地全市、一带一路重点项目等。 以往需要大量测绘人员跋山涉水、耗费数年才能做完的工作,该卫星在短短几分钟内就能完成。 目前国际上只有少数航天强国,具备一亿万卫星测辉能力,随着高分7号的发射,将凸显我国测辉大国的地位。 赵陈光说。 问事后六战六截的长征11号火箭,计划在年终实现我国运在火箭的海上首秀,航天科技集团一连长征11号火箭部总指挥金心说,该任务计划在我国黄海海域实施,可实现离港后一周之内完成发射。 该火箭具备五级海矿运输、三级海矿发射的能力。 金心表示,实施海上发射,可满足日益增长的低轻较小卫星发射需求。 发射点可灵活选择,航路区大度围攻海,能有效解决航路区安全性问题。 突破海上发射关键技术,还能为可重复运在火箭海上回收等技术发展奠定基础。 此外,2019年北斗卫星导航工程,将完成7件实施发射任务, 为全面完成全球组网建设奠定基础。 杰隆一号商业运载火箭将实现首飞,各类民商项目发射沿致力向其投并进。 全球低轨移动互联网卫星系统红艳新作工程,也将陆续开展试验验证。 中国要建月球基地。 那么,吃啥喝啥? 2019年1月3日,嫦娥4号着陆器,成功降落在月球背面的缝卡门撞击坑,并释放玉兔2号月面巡视器,对撞击坑内部环境展开探测。 2019年1月30日20时39分,嫦娥4号着陆器,接受光照自主唤醒。 此前,玉兔2号巡视器于29日20时许完成自主唤醒。 两期在月球背面成功经受及低温环境考验,安全度过首个月夜,将按计划继续开展第二月昼工作。 嫦娥4号任务圆满成功,但也引发了我们思考一个新的问题,未来的嫦娥探阅工程,会往什么方向发展? 月球基地预计在何时开始建造? 中国人第一次登上月球表面会是哪儿? 在嫦娥4号任务期间,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,美国宇航局希望获得嫦娥4号的精确降落位置,试图利用月球勘测轨道器,对嫦娥4号着陆器扬起的月尘进行观测。 美国宇航局这么做当然是节约成本,顺手获得了冯卡门撞击坑表面月壤的数据。 从远期看,美国宇航局收集整个月球表面数据,则是在评估哪儿,作为月面基地的最佳建造地点。 月球基地该如何建造? 建造月球基地,应该说在不远的将来一定会实现,保守估计最快会在2040年前出现。 月球基地的建造有两种途径,第一种是马斯克式的多舱连接模式,采用多个刚性舱,在月面软着陆的方式部署,然后连接到一起形成一个月面生活区。 该方法与组装国际空间站有点类似,在地面上制造完成,再通过运载火箭,送到月球表面。 随着运载火箭实现可重复使用,成本也不至于不可接受。 刚性舱在月面组装可快速组装出一个月球基地,可提供三至六名宇航员逐流,满足宇航员的生活和工作。 第二种则是就地取材,与第一种自带干粮的方式不同,需要开采月面矿石,尘土作为原材料,然后通过一定的加工,变成我们可利用建筑原料,再进行建造。 这种方式可大规模建造基地群,形成一个大型月面基地,可为更多宇航员,科研人员提供生活和工作的环境。 就地取材模式开局,需要有月面挖掘机,类似搅拌机等的机械,才能利用月面矿石,对技术要求较大,一次性投入也不见得会低,只有大规模建造月球基地之时,成本效应才会得到体现。 欧洲空间局在2013年就提出了利用月球表面矿石,作为月球基地建造的构想,借助3D打印技术,在月球表面建造基地,相关技术的研发也取得了一些进展。 但是我们知道欧洲人做事比较佛系,目前他们连月面软着陆都还没有体验过,就谈月球基地如何建造,显然有点天马行空的味道。 美国宇航局在嫦娥4号任务期间,提出对杨喜的月城进行轨道探测,也是着手建立冯卡门撞击坑的矿物数据,丰富他们的数据库,为月球基地的悬使提供依据。